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紧有条的生活做铁证 让人都怀疑他们压根没懒过 《半山文集》中说 人生的精髓就在于去发现 可以一直偷懒的方式 若是偷得很轻松 自在和幸福 那么这个懒就可以一直偷下去 即使过得好的人远比你想的会偷懒 懒存无用物 生活轻松省力的人往往不乱买东西 也懒得存东西 知乎有个打主列下长长的清单 穿烂的运动鞋 破旧办公桌 不喝的咖啡 但凡用不上就都丢了出去 现在一进屋就觉得方便清爽 连通风都好很多 两个大抽屉都疼了出来 因为他发现需要的东西有个衣柜就能收得下 卖掉孩子的玩具 他没哭没闹 真正喜欢的都留下了 也才占了桌底的抽屉 购物软件尽量不看 确实有用 实在心动在买 锻炼身体的时间就多了 没了杂乱感 更能随意 就连做家务也比之前轻松一倍 清理不必要的东西 就是给自己减负的过程 房间干净明朗 心里平静了 没必要忙 每分每秒都是轻盈随心 纪录片导演马特 刚毕业就欠了十万贷款 找工作后的生活就是拼命赚钱 再卖更多东西反反复复 他受人启发 把没用的家当扔了个遍 卧室只要床 床头柜 一个衣柜足够 当你狠下心丢掉些东西 你会发现 手边都是真正有用的 赏心悦目 翻找也不费力 就像马特剪电影的工作台 就留一个电脑 慢慢省下了钱 工作效率更是翻倍 想起梭罗那句 一个人的富有程度 与他能舍弃之物的数量 成正比 不仅是金钱富有 也包括心灵上的富有 美好的心情 轻松的氛围 追求高效的可能 都是从断舍离开始的 满屋子东西五花八门 说是带来安全感 杂乱一堆 不如没有 反而越是懒得存东西 懒得买东西 屋里才能融下更有意义的东西 你才过得更精致 揽作无用事 真正优秀的人 都习惯拒绝无关紧要的事 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 不是能力不够 而是手头的事太多太杂 放下不必要的那些 专注在目标上 才能走得更顺 最近两会火了的美女翻译张晶 中学就立志进外交部 空闲时间用来看美剧 模仿跟读 参加英文演讲 样样都与她的理想有关 甚至她高考分数超过清华北大时 她毅然选择了外交学院 就因为对口性更强 出的外交官也更多 连参加英文辩论 学习小组 都是为了练思辨能力 后来她还没毕业 就成功被外交部选中 高强度翻译训练 张晶自然没停过 为代表中国 她又努力练出得体的形象 沉稳的气质 这一程 她没有一步路是白费的 与自己目标无关的事 可能会很诱人 甚至是条不错的心路 但你该怎么走 心里必须有数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分散给每件事 只会是蜻蜓点水 什么都没太用心 文武是全才 书画都顶尖 这不现实 能够专注 你才有发光的可能 两会后的她 在网上爆红 把她当女神的人 越来越多 张晶不但懒得回应 还果断清空了微博 代表国家出色 做翻译最重要 网红该做的事 她不去碰 职责和专业之外 再多都是干扰 与她无关 身边光怪陆离的新鲜事 诱人的机会太多 兴趣爱好 更数不胜数 对这些 你可以再懒一点 十鸟在林 不如一鸟在手 有本事的人 做事都是在精 不在多 对无关的事越懒 你的经历越有机会 给重要的事 沿着直线走 才更容易到达终点 懒交假朋友 过得潇洒快活的人 从不参加没必要的饭局 也不爱呼朋引伴 凑很多人 表面的朋友 终归太虚假 他们不需要 有位做律师的网友 刚入行 常跟师傅去饭局 混个脸熟 慢慢觉得没意思 再有人请吃饭 她说什么也懒得去 剩下的时间 她就自己待着 小屋里一坐 自得其乐 来了兴致 就叫那两个亲近的朋友 在家吃点面条 饺子 聊上几句 不必奉承谁 也没人逼着喝酒 他们谁迟到了 什么时候离场 都随意 天南地北的事 更是没有什么说不来 就算偶尔换口味 也就是楼下餐馆 加两个菜 胃里舒服 心里更舒服 怦然心动的人生 整理魔法中说 所有的衣服 不都是因为 要被完全穿坏 才来到你身边 就像你遇见的所有人 并非都会变成 挚友或恋人 曾经有个测试 让受访者 从微信通行录里删人 长久不联系地删掉 仅是工作需要地删掉 一层层筛选下去 有人从一千个好友 删到只剩三个 真心难得 抛出那些酒肉朋友 剩下的往往不多 但三两只新好友待在一起 会自在太多 作家李尚龙到北京第一年 什么也没有 朋友们都不愿意理他 唯独他最好的哥们李东 每周末都带吃的去看他 他一穷二白时 李东说 无论你是谁 你都是我兄弟 真心对你的朋友 从不因为你是谁 更不在意饭局的热闹场面 他们最懂你 也最在乎你 把时间留给他们 得到的都是暖心的回馈 而对可有可无的人 懒一点也无妨 用心跟值得的人相处 省去讨好别人的麻烦 聊得畅快 过得舒服 才是实实在在的欢乐 古典老师有句话 真正优秀的人 都在做那些更少 但是更好的事 学会偷懒 不是变得消极 而是以更明智的态度 面对生活的种种选择 偷得存东西的懒 需要的放在眼前 生活就会简单 偷得做杂事的懒 时间用在刀刃上 拼搏就更高效 偷得混酒局的懒 谈笑有真朋友在 交往舒服又快活 过得好的人 都是会思考的懒人 当你懒下来 懂得了选择 从这时起 每分每秒 才是真的有的意义 懒点 去做更纯粹的自己 那个值得别人 羡慕的你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了 各位小伙伴 晚安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